一人阿肯曾多次担任金钟奖金马奖红坛主持人 也和安心娅、纳豆搭档主持综艺节目 却从来没有入围过金钟奖 第58届金钟奖入围名单于14日公布后 他发文表示今年也一如既往一向都没有入围 迎来不少圈内好友留言安慰 可见他的人缘相当好 阿肯还拍了一段影片表达遗憾的心情 这间影片中他本想将饮料投进垃圾桶 却没有成功 遭到一旁的好友笑亏 你就什么都不会中 让他露出失落表情 好友周杰伦转发了自责影片 并暖心安慰对方表示 演了好莱坞也拍了周游记 已经很优秀了啦 阿肯也回复对方表达了感谢 凸显双方的好交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